《 復活邪神 3 》 影響後世眾多作品的經典日式 RPG 《復活邪神 3 》 在今年東京電玩展中宣布將要於 2019 年初 在家用主機、電腦、手機等等眾多平台上 推出 HD Remastered 版本 不過真正令玩家們驚訝的 則是影片後半閃電公布的復活邪神 《 復活邪神 3 》 這款睽違 23 年之久的系列完全新作 將會在手機平台登場 世界觀設定在三代的 300 年後 白色歷代的經典角色們都會一一登場 展開精彩的原創劇情 同時也會保留陣型和靈光一閃的覺醒技 這些傳統特色 粉絲們是不是都很好奇遊戲最後的成果是如何呢 在手機平台上 展開精彩的電源 推出